任何人都不應該講出這樣的話 老謀深算的老柯 怎麼會講出這樣的話呢 管你建設50年你就給我通過就好了 專案委員你對於5分鐘發言 第一次發言同意還是不同意 因為你已經是 用條例的方式我反對啦 發言的情緒 我嘗試著一點一滴把它建立起來 柯總之說您還要發 阿欽 我當然要發 你是在做一個這樣的5分鐘的嘗試 那現在我要告訴你說 你要想清楚 院長馬上去表局也不能跟你講話 這狗會是死亡的喔 謝謝院長喔 我想院長如果說我們沒有做一個正式的決議的話 今天光再講下去也講不完 今天民進黨的代表到目前為止我聽不出來說 是不是真的想要針對這三個條例來去做好好討論 請容許我特別來說明 這三個條例不管是在經濟委員會 不管是在交通委員會 都是有正式的巡答 所有的委員登記 並且跟我們相關部會的官員做過巡答之後 來進入實質的主條討論 但是沒有辦法在委員會裡面有確定一個版本 所以說才會送來朝野協商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絕對不是民進黨代表剛剛所講的 說幾分鐘 五分鐘三分鐘 不要自我閹割了委員會的一個審查功能之後 來這邊朝野協商來這邊亂講 我想這是第一個最大的謬論 再者 今天朝野協商的重點在哪裡 朝野協商的重點在於是說 我們會議室裡面的人互相講話 可是我覺得發覺說現在民進黨的代表 把這裡當成是直播舞台 演講舞台 從頭到尾眼神也沒有交集過 就感覺就是一直在找攝影機 我覺得其其以為不可 如果說真的要這樣子做的話 我倒建議是 也不用五分鐘 我倒建議是一個人發言三分鐘 甚至兩分鐘 大家把我們自己想要講的話 概念講出來 如果說一件事情當任到立法委員了 你想講表達的訴求 你都沒有辦法在三分鐘兩分鐘裡面完成的話 那說實在的話 你的語言表達要重練 立法委員有辦法的就是把 時間給佔滿 那既然如此 如果說照我們剛剛民進黨委員的一個發言來講的話 那真的我建議 誠摯的建議 為了我們的意識效率 不是要表演給外界看 我們真的希望是說坐在這邊 大家可以互相尊重彼此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具體的精神給講出來 那最後 很認真的部分是 委員會審查完都有各自的版本 既然今天要討論條例的話 我也想請教 行政部門有沒有相對應的版本 民進黨團有沒有相對應的版本 如果都沒有 那我覺得今天來你們只是就是一昧的否定 那這樣根本不叫實質的討論 如果你們沒有版本來 我譬如說我今天討論第一條 你們沒有版本 那我們請教要討論什麼東西 你只有yes or no 那這樣就根本不是想要實質的做討論 那如果說今天 進入到這個協商會場 都沒有任何版本的時候 那我合理的懷疑 今天根本不是帶著誠意來討論 根本不是有心為地方建設 為台灣建設來發展來討論 那這樣的協商還有意義嗎 所以我覺得主席 我們是不是經過黨團 三個黨團都有發言過之後 我們就直接進入 按照您剛剛的遊戲規則 我們就裁定時間 那我們就直接進行今天的第一案討論 以上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第一次舉手的莊瑞雄 請發言 謝謝主席 還有在場的先進 我們各位列席的官員 我剛剛聽了洪蒙凱委員這一席話 我是非常的驚嚇 第一個 這個不是你國民黨提什麼版本 我們就要提對案 對於地方的一個建設 可以用個案來推動 那你也必須要確實去做一個實質的討論 第一 我舉個例子 高鐵南沿到屏東 我第八屆進來 我在問毛治國的時候 他跟我說要花那麼多錢 可行性評估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 就跟院長有關 院長在幹高雄市長的時候 高鐵到屏東 什麼方案都可以 這院長你選總統的時候 想法就不一樣了 高鐵南沿到屏東 那是盲場 你還記得吧 這當初你的講法 侯友宇在選總統 我也沒有看到你有這樣的一個方案 花蓮縣政府 國會府規劃裡面 我也沒有看到你們有提出 依我高鐵南沿到屏東 到現在你去算 買得好 17年 17年 不是說到台東不可以 也不是說到花蓮不可以 你們這是瞞天要價嘛 要多少錢 你家的事 我人多數提了就算 是這樣子嗎 可行性 我看洪孟凱委員會 我連問你說 你可行性評估跟中規要幾年 我看你連搞都搞不清楚 屏東 高鐵南沿到屏東 中規啊 可行性評估跟中規啊 你一個中規 中和規劃 想盡要八重 蓋要蓋多久 你知道嗎 想盡要高重 我為什麼說要用個案推動 我們是主張高鐵南沿到屏東以後 現在 要再多久 你知道嗎 要再十幾年才好喔 那你現在說要拉到台東 我問你 政府給我們承諾到潮州的 院長 連這個另外一個計畫都還沒推動喔 那你說 到了潮州 好啦 就是說一個案 對我們favor很好說 我財政資源都很充足 我給你到潮州了 到潮州以後 你又要推動一個 我說 唉 要到台東要到花蓮 那你要找路郎啊 你是要把人穿越泰伍山 啊 或是說 你說照我原來這樣設 為平和公路那裡去 我平南的人認為說 可能要到恆春啊 觀光地區 國家公園啊 可是 你請專家來看的話 他要跟你說 你就浪費錢啊 我直接從泰伍山把你穿過去比較快啊 一個縣市 哪有三個站的 搞不好不同意見都出來啦 光高鐵南沿到屏東 我們這些主張屏東要有高鐵的人 我們飽受攻擊啊 所以我剛舉那院長你的反覆裡面 不是在講說你亂講話 是在講說 你當不同位置的時候 你有不同的考量 會有不同的考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建設地方 這是對的 大家也都樂見了 沒有人會反對 但問題是說 我反對的是 用特別條例的方式 要起幾年 你們說10年會好 騙幾 來到我屏東 不用經過三的 我就要蓋17年 民進黨在執政耶 然後你們提出的條例 說10年要完成 都在變魔術 然後那為什麼不是用個案去推動 因為人多 所以我要用條例把它框住 國家建設是這樣子嗎 國家建設是這樣子嗎 你平平理啊 是這樣子嗎 我談的全部都是實質啊 我談的全部都是實質啊 縮短城鄉差距 我也樂於見到啊 我希望看到屏東 我們跟這個整個北部均衡發展 我也樂於看到東部跟西部同樣均衡的一個發展 可是建設是用這樣子的嗎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為什麼過去國民黨裡面任何選總統的人 包括韓院長 我也沒看過啊 這個叫做個人即興之作啊 管你建設50年 你就給我通過就好啦 幾十年 有沒有活那麼久跟我無關啊 可以這樣子搞嗎 可以這樣子搞嗎 呃 莊委員你 講到現在對於5分鐘發言 第一次發言 同意還是不同意 因為你已經不實質 用條例的方式我反對啦 個案去推動尊重科學專業評估 我就贊成啦 我跟莊委員還有各位黨團幹部再解釋一遍 我們現在要針對 幾次超級協商下來 我們累積了一些寶貴的經驗 在這裡我想跟大家 沒有啦我意思是說我長在公國車我五分鐘 就是我希望能夠耐久啦 欸啦 那這樣簡單嘛 等一下 我們一開始就徵求 我們先建立一些 點範出來 第一個就是發言的時間 接下來發言的參加對象 第三個是發言的內容 我還有第四個 發言的情緒 我嘗試著一點一滴把它建立起來 你們 你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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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 就是說你們 我懂 等一下你可以發 就十字部分發言 柯總長您還要發 阿謹 我當然要發 你是在做一個這樣說五分鐘的嘗試 那現在我要告訴你說 你要想清楚 院長 你今天是在整個 整個現在整個國會 在被國民黨這樣 在委員會裡面就沒收 然後國會 國會改的法案 全部強調出委會 在委員會沒有經過築條 然後他在在在朝夕前的時候過了水 馬上去表局也不讓你講話 這個國會是 是死亡的喔 你現在變成你一個很重要關鍵的位置 他上次 福恩吉和黃國昌 要不然你沒收你的協調權喔 他一個月到就要表決喔 這個你看看 連你的職錢都被沒收 還是我們幫你捍衛的喔 你現在主義的地位 要叫什麼 是不是這樣 之前先 先說你很清楚嘛 七十條之一嘛 本來過去是 協商是四個月 後來馬英九執政委員會改一個月 然後他是要定期表決 不是馬上表決 所以過去整這個民主如何實踐 大家都很清楚 不管黃國昌或福恩吉都在這個地方 福恩吉只會那種奇異的笑聲 黃孟凱 你少年人說話要叫你 誰在找 誰在找 找什麼 什麼攝影機在哪裡 我根本不知道攝影機在什麼直播 那個是羅志強在幹的事情 什麼你沒有版本 因為這個版本 我們就不接受 要跟你拿什麼版本 第一個 你要從憲法城市去看待嘛 這怎麼違憲 一一三篇內錢是誰的 是行政的潛力嘛 新華規定很清楚 我幫你五幾號再看一下 他把一一三篇內以後 行政委通過以後 送到立法院給我們審議 然後我們是有監督啊 主被動是要看清楚 沒有 這個現在 我現在跟你講齁 第一個時間我跟你講 我剛剛就告訴你說 時間為什麼這五分鐘會有困難 我就要時間給你看看嘛 是不是這樣 謝謝柯總長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 我還沒講完 不是 我要今天講你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你 你是 你是三二法案 你是提案的人 你現在所有的角色上 你要更中立 你能一起來 欸 喊這個五分鐘 你歡迎齁 過去在草野鄉 大家沒有限時間 我曾經在委員發言 一丟條講一天你再講 這是民主的實 民主的實現嘛 我們希望說 好不容易建議來的民主 能夠實現起來 不過到這個時候 副問題就是 他所謂的新民意 因為新民意都 欸 你講 講國人就像這個 講三個 兩個人就可以 不是 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民意啊 文言中心主義 你有沒有文言中心主義 文言有沒有經過 豬條團 沒有吧 你們上禮拜做什麼事情呢 你們把執行長 那個執行條例 抽出建議圖 你們把電話抽出建議圖 你們把 連 連這個增加法也抽出建議圖 就沒有委員會了嘛 哪來委員會 你們就直接到 院會去 你們 你們0403 0403也抽出建議圖 根本沒有 討論的空間 到最後一個月以後 謝謝 隨便學長一下 一人講五分鐘 去表決 台議長 我現在很清楚告訴你 這個國家 這個憲政制度 要不要維持 你現在是一個很關鍵的位置 很期盼你喔 但是不是說 欸 你現在把他重新方案 沒有一個院長敢提出這種問題 走過來 你可以整齊一個這種建議 你規定在什麼地方 一格發文文言中在 法案討論何其複雜 你現在跟這個 討論起來複雜 未來 包括很多法案 其實很多法案都是很複雜的 一條一條在前後對看 我不相信啦 你說 你們每一個法案都懂 所以今天要談的就是說 很多要正經過寫上 曾經 我跟妳講的時候 曾經一個法案寫上二十次 後來台灣弄好 各位新華摳摳摳說 私下 私法案跟法務部 至少 然後 在我們辦公室寫上二十次以上 然後在曹爾鄉 所以 我們所 用的 任何一個法 都是對人民相有關係 洪文昌在這個地方 他也曾經 實現過 因為 前瞻 他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國民黨抵抗他 讓他沒有辦法發言 那曹爾鄉的時候 院長 蘇教先生 還撥一個鐘頭 給他再找各部的找來 那宅盟宅嗎 國民黨也撥兩個鐘頭 等於萊蒙媽媽 溫到飽為止 媽到飽為止 但是呢 在我們執政的時候 就是說 我們要 至少 民主程序要把它維持著 否則的話 你已經以為 你國會多數 你沒有永遠國會多數 你這樣搞好就是 你永遠不想執政嘛 那這樣搞法 這跟邏輯很奇怪 什麼 什麼 要一分鐘就好 兩分鐘就好 你現在想的邏輯都錯誤 對於這個法案 我有非常多的看法 要跟各位 跟敵案 敵案者請教 我可以請教韓院長 你是敵案者啊 我可以問你請教 你這個在線的提示上 潛力會議的原則 浩東塊這樣是對嗎 浩東塊這樣是對嗎 浩東高鐵 你這樣設計是對嗎 這個也是政府的潛力啊 你還說審議 審議的潛力 你還沒有直接偏列國家預算的潛力啊 浩東區一個人可以提兩兆 搞不定他這個 這個十年完成 可應評估有沒有 可應評估要多久 還還反評了 限十年完成 這個有沒有可能啊 現在你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因為你同事提案人 我希望你能夠中立 否則的話 這個法 這個法就是 聽完了 不管大法案解釋 391264 大家自己看 520 613 都是一樣的 我們國家憲政提示 是一個很清楚的 行政做什麼事情 是行政做 但憲法上 我3條到61條講行政的事情 不是8條到59條 他們編列送來 622條叫75條 就講立法案 立法案 我們是一節而已 所以 主動權被動權 要很清楚 你看看這個嫌疑的時候 這樣就不然這場嘛 不然去拿一條 待會 隔壁林醫師民說 我們桃竹苗 科學園區 我們哪有三兆 那 那兵東也可以 那叫做執政權啊 執政政治在哪裡 所以 所以說 那 郭文肯 你說 我們有沒有提版本啊 不可能沒有提版本 你這版本根本 沒有用的嘛 這個先期討論再來講 還有 你委員 什麼時候 要審查的時候 也有信念版本 沒有委員會 委員提案版本嘛 所以各樣各種樣態都有 所以 也有民黨提案 國民黨不提案啊 那實在量 人少 民眾黨不少 他不一定每一個法案都提案啊 所以你不能看說 但是 他們可以對每一個法案提出他的看法 這是民主政治啊 所以今天 我還 拜託韓院長 這是一個歷史關鍵的時刻 你的角色非常重要 我先提一個程序法案好不好 我現在先提一個程序法案 也就是說上面 過去朝野學章 坦白講 朝野學章有幾種 我告訴各位 其中就是 黨才學章學章法案 這樣這個就是法案 這個法案 觸及了憲政 憲政面 都多廣 這個法案觸及了整個憲政運作多廣 那我們要從這個法案 不談內容而已啊 是整個法 你這個立法模式對不對 所以不管這個法案 一種就是預算 整個這種預算 還有國營市的預算 然後 會在這裡協償 這個就是最主要立法院運作 這三十幾年來 韓國民主化 會一直往前走 這是很重要的原因 過去我們曾經30年 1986年到2016 我們30年代立法院表決幾番式 從來沒有贏過 但是我們還是 往前走 到我自己自己當奧利法院來 1993我們一起進來的時候 到2016 有22年前 民主政府黨從來沒有表達成功過 但是我們還是讓民主往前走 今天要講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民主恐怖 是要越來越進步 不是說 我是新免疫 你今天只是國民黨一票 你和黃國昌加起來兩個 要可能過半 黃國昌加起來 到最後不一定每一條都聽你的 是不是這樣 你以為你這樣 能夠你們加起來轉動台灣 可以任何北線亂增 你們做什麼就要什麼 不可能的事情 你這個樣子就是永遠不想執政嘛 要把台灣民主破壞掉嘛 這個是 這很清楚嘛 我們每次在這裡講 然後你們就 你們就愛聽不聽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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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找什麼 攝影機 我根本搞不清楚了 我們到這個年紀 我們攝影機都啦 我們要面對良心 尤其利好我們要當自己 因為好不容易 國民黨一回選來 然後當副文旗的 副文旗的工具 你們自己未來面對 你們的選區選民怎麼看待你啊 不是就好像 林世銘啊 他們做不對啦 他們做不對 我跟你講 你要面對你的選民啦 謝謝 對嗎 謝謝科長招 院長 所以陳希文你就是說 我要講一半 因為我們 我們有很多 法案要協商 議案要協商 那麼多環雜 那總算是多環雜 好 營業基金 會營業基金都環雜 然後還有 像表決議案 像上禮拜我們表決電業法 要抽出金額圖 那可以這樣搞嗎 那個根本 那個電話都環雜 只有一種最簡單 叫陳希希的協商 那個可以三個人 其他 在立法案 我在這裡三十年 從來沒有宣誓人數過 你看 你試試想看 有一法案 包括 村理長 那個 治理小益 以為從四十個人提案 就是你們三個人來 至少委員會 稍微要來提案委員 各黨有代表 我打菜一下 好不好 院長 我很嚴肅的問題 好 我知道 我希望你能聽下去 這是關鍵時刻 再看你 好不好 謝謝柯總召發言 來看令院龍頭之爭 固然持續演變 我們來告訴大家 最新的發展 傅崑奇 宣布要角逐 國民黨團總召 郭震那亮哥說 要在國會制衡綠營 像柯建民這樣的 民進黨總召 他何許人也 他是千年老狐狸的狠角色 你就要去放眼藍營 找一個有一定的政治能量 不能太老實 又能立刻上陣 看來看去傅崑奇 就是人選 尾翰你贊成嗎 是 俊項哥還有抱歉的觀眾朋友 常說 政治眼前一吋皆是迷霧 剛好今天這一題在一吋以內 所以我就看懂了 看得懂了 什麼叫做為畏就造 什麼叫隔山打牛 選院長 搶總召啊 你客氣咧 所以呢 傅崑奇簽下去說 我參選院長直球對決 就那一球呢 不是投到捕手的手套裡面 是直接投到觀眾席的那個 總召的位置 誰在跟你選院長 我有這個位置 我把他讓出來給韓國瑜 我昨天才跟大家講有沒有 他是現在目前唯一 賴斯堡還沒笑到 寶哥現在心裡苦 但是寶寶不說 因為那天 江啟成 跟韓國瑜兩個人 就像副君子一隻手 西位是他在站 賴斯堡說我也很年輕 四年前還是我選院長 怎麼現在不是我在舉手 因為他先說我要 然後呢我退 然後呢 我就電上來 今天全部選總召 沒人說反對 因為最沒問題 院長副院長 都沒有鬧 他說我以天見同龍刀都講好了 他不是劍子賴斯堡 沒有這是同事 他劍頭在這裡嗎 不是 他劍頭在柯建明 你說柯建明 你趕快請求請求 我要準備好了 我絕對給你看 所以他講完之後呢 很多國瑜講說 對啊 老柯我們一直沒辦法處理嘛 那既然有人要去做這個 Dirty Jobs 其實Dirty Jobs 你去看 他意思不是真的很Dirty 就是所謂的幹 幹盡苦工 難慘的事情 所以我們弄不老柯怎麼辦 小副說我來 我副總召 給他垮 所以呢我一天天 都拿出來之後 你們讓我當總召 我就來處理 觀眾朋友我先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柯建明叫做萬年總召 當了27年 當立委已經當了30年 都是總召嘛 17年的總召 萬年 可是國民黨呢 就一年 所以副國籍就算 2月1號搶下了總召 他也就當一年了 所以現在賴斯堡跟副國籍 之前還有李彥秀 沒有了 就他們兩個人 那兩個人二選一 那賴斯堡也喊話說 這個黨中央 韓國瑜 江啟成 你們都不要介入 我跟這個 傅坤其兄 來一場君子之爭 兩個人就比票數 那說實在的 真的目前看起來 紳士質量五五波 因為他在選舉的期間的時候 我已經講了 尤其是今年剛選上 年輕的這些立委 都有受到傅坤其兄的鼓勵 跟幫助 所以他們會投給誰 很難講 你說韓國瑜出來 那可能就韓國瑜 賴斯堡 中部南部的這些 國民黨年輕立委 跟賴斯堡沒有什麼淵源 所以他一概掌握 大概 將近一半的選票 那他是這個戰鬥籃 他是在台北市 跟馬英九又特別好的 他是鄭蘭君 他是新黨 系出新黨 他也有一定的選票 兩個人去比看看 那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 或許傅坤其的機會 還高一點 那等一下聽聽 我師父董哥怎麼說 所以傅坤其跟賴斯堡 兩個人要競爭 可是賴斯堡 他忘記 他站到一個先機 就是傅坤其 他不是在講賴斯堡 他在講科建民 所以他說我有能力 能制衡科建民 這一點 最複雞來講 選總召應該是相對有利 好那我問你 2月1號要上公的新國會 國民黨是最大黨 在國會裡面52席 這個總召力量 他的power有多大 為什麼以前都沒有聽說 誰是總召 對不對 為什麼以前沒有聽過 誰搶總召 那現在為什麼要搶總召 很簡單 俊山哥你有沒有看過 古惑仔 那個陳皓然 通路歪扛巴的陳皓然 走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打一臂 我是陳皓然 你是誰 3G到台灣躲在基隆 要找那個有沒有 科獸兩個時候有沒有 他就後面沒人 所以就沒有用 來觀眾朋友 就是這個道理 很簡單 國民黨現在後面有人 現在多少是 52啊 所以你今天52行 你到了這個 所謂超野協商的時候 移住進去 我這裡到 4位 腳整整的 我總召 黨團的三長會 各個 現在只是三個黨團 國民黨民進黨跟民眾黨 還有立法院長對不對 所以是四方去黨團協商 會開直播 坐在那邊的三長 總召座是一位 而且他還是最大黨 因為國民黨52席 民進黨51席 民眾黨8席 所以他已經變成是 銅龍灣的陳皓然 不是基隆的三機 不是那個浪槓 去賣那個假錶的三機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傅昆奇他當然就要搶這個總召 雖然只有一年 我不知道後續會怎麼樣 至少在未來這一年 大家關注在立法院的時候 他就是要跟這個 柯建民來PK嘛 那因為柯建民對立法院很鮮熟 他講說 我有辦法治他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要搶這個總召 因為呢 觀眾朋友我現在話講在這裡 你真的以後再回頭來驗證 以後國民黨的黨團總召的那個戲份也好 上媒體的頻率也好 一定比立法院長還多 因為立法院長就是 對不對 贊成的贊成 反對的反對 計時一分鐘 時間開始 對不對 所以韓國瑜就算選上院長 他也只能坐在上面主持議事啊 他不能下去 叫大家怎麼樣 或者是拉扯啊 衝撞啊 運籌圍臥啊 都沒有 所以到時候就是這兩個人 來我們中間畫一個線 有沒有 閃電給他開來給他 他人家就 對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所以他搶這個總召 有非常大的政治舞台 給他回撒 全到了韓國瑜 今天我們看到總召的戲份 哇 這一個戰場 特別的吸睛 但是韓國瑜能不能順利拿下龍頭 今天也有最新的進展 今天就傳出了 柯文哲可能會決定表態挺韓國瑜 這件事情怎麼發展 柯文哲要挺韓國瑜這個事情 是完全合情合理 順水推舟 水到渠成 但民眾黨就是要三班五四的跑出來 跟大家講說沒有這回事 這就是我跟大家講 這個又在 剛剛前是一寸以內 我可以講對不對 這個又在一寸以外 迷霧之內了 因為照理講 昨天聯合報有個獨家新聞說 柯文哲已經內心想好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支持現在執政的民進黨 是沒有道理的 你民眾黨發行 以後要不要監督執政黨 你是在野黨嗎 那你跟執政黨合作搶國會龍頭 這不很奇怪嗎 而且國民黨可能可以給你八國委員會 是不是分一兩個委員會 讓你當招委對不對 這是可以合作的 而且你這個合作也屬於階段性的合作 而且甚至你根本不用投給韓國瑜啊 你只要投自己 韓國瑜就是院長了 你只要跟韓國瑜講清楚 我們都投自己 讓你當院長 也就沒有票投韓國瑜的尷尬 以後我跟國民黨可以不要合作啊 他如果去跟綠的合 他說不定可以撐到幾個內閣的位置啊 那問題是俊翔哥 這沒錯 這個叫做眼前的盡力 但是你卻沒有一個遠的 vision 如果你今天跟民進黨合作的話 那台灣的選民說實在的 你就小綠嘛 你以後還監督什麼 到時候南亞黃國昌還要跑出來講 太離譜譜了 對不對 我才剛投給游指揮 現在又要監督對不對 民進黨監督院長 所以照理一講 民眾黨最好就不要投國民黨 也不要投民進黨 可是不投國民黨 不投民進黨的話就是韓國瑜當選嘛 那沒有啊 四大改革先回應一下 有啊 昨天韓國瑜不是已經回應四大改革了嗎 他是立法院長的候選人 他也說四大改革他支持 所以照理一講 他是不是應該就投給韓國瑜 但是民眾黨就要跑出來 陳戰講說沒有喔 我們現在沒有這樣喔 許甫之前選前獎一定投給韓國瑜 時光環境不同 所以雖然這樣講 只是代表說民眾黨 還沒有希望外界認定他不要投給韓國瑜 或者代價而估 或者談其他更好的條件 或者他還在考慮 但是柯文哲呢 他身為一個黨主席 其實這就是我看不懂他的地方 到現在也是感恩餐會在唱歌 也沒有對這個事情表態 你看到柯文哲在唱歌唱球鳥 他喜歡這首歌 這個感恩餐會 愛麗莎莎也來了 館長也來了 蔡壁如沒有被通知去參加這個感恩餐會 好怪這個再做得太粗糙了吧 所以軍將跟很簡單 這一點都不怪 所以顯然現在民眾黨上下 根本沒有把蔡壁如當成是自己人 董哥我要趕快先來問這一題了 傅坤其實放眼藍營 最有底氣也最有招數 可以來對付柯總召的拉個人呢 這是他的講法 其實傅坤當然他人量很大 又當過兩屆的華聯縣長 他太太也當兩屆的華聯縣長 可以這樣講 但傅坤其為什麼很多人不放心呢 因為大家怕你當了總召以後 你拿國民黨去跟人家交換 那賴士堡比較沒有這樣的疑慮 我平良心講 就傅坤其最大的問題在這裡 就大家對他不放心 那你看民眾黨 現在才80 就勾心鬥角的這麼厲害 蔡壁如為什麼 故意不通知他 他跟柯文哲三十幾人 你覺得是故意不通知他 故意不通知他 如果今天記者不去問蔡壁如說 你怎麼沒參加 人家館長也去 愛麗莎莎也去 你怎麼沒去 他才知道說沒人通知我 我老實講 都可憐 可憐到這種地步 對 說一個比較無數 連側翼都去了 我這個把你搞組織的創黨元老 把你去內政部遞建的蔡壁如居然沒有獲邀 很多人還會去跟柯文哲搖有多 你看蔡壁如都不來 我們黨內這麼重要的 我都 柯偉你知道嗎 你沒有咬我 你還踹我一腳 對 柯文哲說好可惡喔 哇 給你三分顏色你開懶狼 你以為你前幾天來看我 真的好現實喔 跟我三十幾年就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 這就是舊愛跟新歡的不一樣 蔡壁如已經被 大家講說哇 他去立法院監禁 我那天在我們節目不講 中央委員算什麼 陳鴻欣都當過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有很大嗎 沒有 國民黨中央委員210人耶 說讓蔡壁如當中央委員 到立法院監督這八個人 開玩笑 那怎麼可能呢 所以一些謊話 一些什麼 都很 都是假的啦 我覺得民眾黨現在因為 黃國湯想領導 說只有我幹過立委 你們都沒幹過我 立法院我最熟 立法院他不會比張祁凱熟啦 張祁凱在中國時報 跑國會十幾年 然後呢 黃珊珊 黃珊珊是新歡啊 他已經期待蔡壁如的地位 他曉得我要主導啊 對不對 那主導的話 我要匯集最大能量 你這八席的能量要給我 因為我下來要選台北市長 台北市長我機會很大 為什麼 可能民進黨會幫我啊 就像當初裡讓柯文哲一樣啊 所以他的機會是很大 但是民進黨絕不會讓黃國湯 單獨選新北市長 因為民進黨跟黃國湯 柯建民跟他是死對頭 恨他恨得要死 所以那個角色是不一樣的 好 風行你怎麼看 我其實跟董哥的看法比較接近 就我們是老記者了對不對 我先講傅崑奇這件事情 我必須承認傅崑奇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手段有手腕 然後呢 花招百出的人 他其實是非常聰明的人 這毫無疑問的 你能夠涉及炒股的這些事情 你如果背後沒有三兩三 你絕對不敢過兩三 所以你要說他的手段是不是很高明 我承認是 你看他這一次 他能夠藉由說我要挑戰副院長 然後到後面突然之間的退 然後接著轉戰總召 突然之間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帶高了 他不是一個很簡單的 花蓮選出來的區域立委 他突然之間變成全國性知名人物 這件事情你不能不說他的手段高 而一開始見指柯建民這件事情 也代表著他很清楚地知道 輿論風向我要如何地去掌握他 好話說到這裡為止 就是他的手段很高 但對不起 他的手段很高 最後所追求的是 國民黨的利益還是他自己的利益 這才是我們真正質疑的地方 那麼他是2002年到2009年的時候 當過立法委員 然後接著他就去當縣長 當完了縣長之後呢 他當然這裡面就是兩度入獄 都是因為之前的炒股案 他2020年再回來當立法委員 前面四年我必須說因為 國民黨也不過就只有三七席 能翻不出什麼樣子的一些把戲 所以大家看不到傅昆琦的戲 所以呢我自己有感受到一件事情是 國民黨的一些年輕立委 或者是說比較新進的立法委員 他們並不知道傅昆琦過去的歷史 他們只知道就是說傅昆琦啊 好像這個過去曾經涉及炒股案 可是那都過去的事情了 那你看他最近好像挺韓國瑜啊 挺侯友誼啊 然後都好像是有情有義啊 但對不起在2002年2009年那一段期間 他跟柯介明那可叫做麻吉麻吉 我這邊可以負責任的說 他們不同的政黨 可是卻可以聯合開比如說聽證會啦 公聽會啦然後施壓部會 這件事情我是很清楚的知道的 所以我才會 你要我說我對於傅昆琦的信任度是多少 那我要告訴各位連1%都不到 1%都不到啊 我還以為不及格已經是很不客氣了 我對他的信任度是極低的 那至於在柯文哲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柯文哲他自己都沒有想清楚 他自己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難怪他會喜歡《球鳥》這首歌 因為《球鳥》這首歌 根本就是一個都會女性的哀怨的歌 他其實是把自己給困住了 蔡壁如一度被他給下放到一個全台灣最艱困的選區 你要去挑戰的是副院長蔡奇昌 那蔡奇昌在當地經營這麼長的時間 蔡壁如去挑戰 每個人都覺得小蝦米對大鯨魚 可是他站的成績這麼的好 可是你看到 現在民眾黨卻把它給併棄在門外 我覺得民眾黨的內鬥的問題 我不客氣的說 我看起來是比國民黨內鬥的問題還嚴重 好 國毅 我們就順著剛剛鳳馨提到的這一桌韋牙宴 你不覺得很誇張 我到最艱困選區 我輸了我衰敗猶榮 你來好歹不是主桌 你也要在主桌旁邊的那一桌 你完全沒有邀請他 而且這個名單柯文哲不用看嗎 我只能說真心幻覺情 不要忘記了蔡壁如當時是有傳言過 盧秀燕是希望請蔡壁如來當副市長 而蔡壁如為什麼沒有接受 是因為她覺得她對柯文哲還有一份情 她希望還是能夠先在民眾黨確定好之後 再說未來的發展 表示對她而言 柯文哲還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連一個最基本的選完的一個宴會 一個餐會 居然蔡壁如沒有在受邀名單之內 這是一個多麼離譜的事情 多麼侮辱的一個事情 代表了不要說你是不是核心 你是連我自己人我都認為你可能不是 因為我可能一個工作人員 我都會願意找來參加我們這個宴會 因為通常這個宴會 人就是要多要熱鬧 就沒想到原來這麼核心 跟在柯文哲上面幾十年的人 在這次選完之後 連在旁邊受邀的機會都沒有 非常悲哀 但是我要講 選立法委員這個事情 民眾黨的態度非常的微妙 還記得之前民眾黨講過 他們立法院長的選舉 是團進團出 黃珊珊講過團進團出 黃國昌講過團進團出 連民眾黨的發言人都講過團進團出 就只有柯文哲沒有講過 柯文哲主席到現在還沒有親自講過 團進團出這四個字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否還留下所謂的伏筆 或是留下一些籌碼 想要來做溝通跟換取呢 所以這邊國民黨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不能被民眾黨玩弄 那不能玩弄的方法是什麼 因為早上是選院長 下午是選副院長 那現在傳出來說 他們可能早上然後支持尤錫坤 下午要支持江啟成 然後用這樣的方式呢 那玩弄藍綠兩方 我認為對國民黨來說 他就要有一個Plan B P會是什麼 早上如果民眾黨是支持尤錫坤 然後韓國瑜落選的話 江啟成立刻宣布退選 民進黨團真的對於 執行權有這麼在乎嗎 好 那就保留彈性 看到韓國瑜他召開了這一場 朝野協商 民進黨團就要求 輪到執行的立委如果不在 那就全場休息 等好等滿 等到委員到了再開始 真的有那麼在乎嗎 今天陳建仁就在520 改組之前 最後一次來備詢 有多少人改書面質詢了 今天委漢到我們來看 就這個現場 這個現場 讓黃國昌大爆炸 這個現場是朝野協商 韓國瑜一個動作 讓所有盤算 通通通都現行 好 俊強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國瑜院長 調和鼎案 又來了 委員質詢 對不對 市款責員 是 來朝野協商 國民黨很堅持 你們自己沒有來的 雖然我們大義面信 又羅明財圖圈集 也就是算了 但是問題是民進黨想說 你救救圈圈集啊 我們想讓他恢復執行權 其一 恢復執行權 其二 柯建民來找一下 柯建民 他提出一個建議 比照台北市議會 我們今天有台北市議員在這邊 采薇 他說不然就這樣好不好 以後我們就定時間 俊強哥你第一個2點半 15分鐘 我第二個2點45 那宇軒就是3點 一個人15分鐘 講好講滿 所以宇軒3點 你就算是2點半來 也不關你的事 那如果俊強哥 他突然有事情要主持 沒有來怎麼辦 大會15分鐘 等待 等啊 官員都到了一起等 那等到了2點14分 對不起 2點44分 換我2點45對不對 我突然覺得說 我肚子在聽的 我改書面 我改書面怎麼辦 再等 等到後面3點的時候 宇軒才能上 可是宇軒其實當時 你不能坐在那邊 不能上台 柯建民的建議 我講這樣大家聽懂 柯建民說 我們改成以後就是時間制 一旦排出來以後 那就按表操課 其實有委員臨時沒有來 那就在那邊等 等完15分鐘就好了 就不會有人覺得他被沒收 語弊 黃國昌爆發了 他大爆發了 他說等一下 如果臨時給我改了那個對不對 書面質詢怎麼辦 我們那個基礎點要怎麼算 對不對 然後馬上就有人插嘴 這邊書面質詢 書面質詢不算 這現場口頭質詢才算 可是問題是他那個基點要算清楚 沒有的是 你有什麼插我的嘴 黃國昌大爆發 來看這段畫面 很重要喔 因為有 講的是口頭質詢 不好意思喔 請你尊重人家發言好不好 我每次在講話 你插什麼話 沒有 你在講話 我要不是在插話嗎 再來再來 快點 快點 我提案的跟你說明講 好 我有說錯嗎 根本不尊重人 趕快離開 趕快離開 曹毅姐他不就是 你一句我一句 大家畫巴拉肯 他有必要這麼生氣 徐翔哥你剛剛講話的時候 我給你插話嗎 我給你插話嗎 對不對 大家剛剛還以為 大家剛剛還以為 我講話很大聲 國昌的畫面放下去 沒有 我只是模仿國昌 國昌是我的好朋友 我跟你講他很討厭柯建民插話 但柯建民昨天確實有幾句話 但後來柯建民有解釋 我們沒有辦法放那麼長 他跟黃國瑜院長說 欸 院長 我是提案人 因為我建議要改時間制嘛 那我要提案人 你解釋啊 他誤解了我的意思 他的意思說 前一天是書面就是書面 你不要到第二天再來改 所以我給你解釋一下 怎麼了嗎 但黃國瑜講說 你等一下 你前面講多久 我都沒有給你插話 我一講話你就插話 我就講 有交情就沒關係 沒交情就有關係 大有關係 撐起何時 這個不常見 我會不會很像唯一 把麗樂麥克風來 導播你看再放一次 喊到麥克風破音 是啊 根本沒辦法收音 中間幾個字還吃掉 因為現場的瞬間分配超過130 對不對 那升級完以後 東西一拍 桌子一拍 然後就出去了對不對 旁邊他 你沒有注意的 剛剛柯元講什麼嗎 快快快 快就好 快就開 對吧 他的意思就是嘲諷你嘛 你又在演了 柯建民之前有錄過一個影片 他說黃國昌很好激怒 我講的是2016到2020 記不記得我們報新聞 當黃國昌來當總召 我講說他們兩個對不對 作對私殺 選院長不會合作 有沒有 記不記得 有 就是因為他們有這段 師前的恩怨嘛 他之前就有曾經 接受訪問的時候 笑笑的講說 黃國昌很好激怒 我只要給他吐一下 他就會 然後呢 就會跑出去 四年前喔 他說他就會跑出去 可是這個是昨天的 你看黃國昌又生氣 又跑出去了 現在很多民眾老師講說 等一下 國昌老師是不是中計了 他故意激怒你 然後呢 你就真的跑出去了 所以就在重點 到現在為止 我現在講這一題 大家還在吵啊 綠白的師姐還在吵 結果黃國昌錯了嗎 黃國昌被插話 柯建民沒禮貌 那民進黨真的講說 哇 柯建民果然是國昌克星 你一戳中他 他就跑出去了 這就是黃國昌 昨天 跟柯建民他們兩個的對決 但是從頭到尾 其實 居然個 現場分威數那麼高喔 有一個人氣敬沈姐 我們大家還是 和快一點 他完全沒有受影響 韓國瑜院長 導播在發生事那個畫面 有有帶到他 黃國昌跟韓國瑜院長 抱怨有沒有 他跟他講說 對不對 他這樣子就不尊重了有沒有 你看他後來跑出去以後 對 這個 韓國瑜院長跟柯建民講說 好好沒問題 我們繼續開會 我們繼續開會 然後呢還把那個柯建民的辦公關掉 他說好你不用再講了 把那個公關掉了 他說為什麼我要把我關掉 所以韓國瑜院長 如魚得水啊 立願有餘 就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是面對了這個 藍綠白的工房 他都沒有特別的有什麼樣的心態 而且呢 他的心情非常的平靜 那到現在為止 你要知道 因為這個韓國瑜院長 在立法院 他現在目前 他的新的院長的作風 不同於游錫坤 蘇嘉全跟王金平 也讓很多的觀眾朋友耳目一心 他按照這個 所謂立願意識規則辦事 雖然他的動作出手重力一點 可是他的態度非常的溫和 然後也跟大家講說 要諮詢權 他也就開放大家討論 他也沒有說不行 可是國民黨 反對的狀況之下 到現在為止這個事情沒解 那你要知道 這個東西是反映在 實際上的網路聲量 因為韓國瑜已經不是 友台不是做民調支持 做他第四嗎 前面有盧秀燕 陳其曼 但你要知道聲量他是第一 現在目前 韓國瑜的網路聲量 他是第一 遙遙領先 連總統跟柯文哲 都輸給韓國瑜 所以當他的整個聲量 往上衝的時候 知道現在全國人 非常關注的就是韓國瑜院長 那沈富雄沈大好也講說 這次韓國瑜 有這麼厲害 人家立法院 算了變成水族館 就是說整個立法院 被他弄成一個Zone 我們可能是 我們是沙漠的生物 我是透過透明玻璃 看到裡面的水 游來游去 水族館裡面 有個水族館的生態 他把整個立法院 那大家可能有大魚 有小魚 有綠魚 有白魚 有藍魚 但是大家都在水族館裡面對不對 那水族館這個Zone 是我韓國瑜的Zone 所以呢 如水得魚 如魚得水 對 立冤有魚 韓國瑜 好來 雨萱 太離譜了 這個今天一吼 把韓國瑜吼上了人氣新高度啊 坦白講我反而看到黃國昌這樣 我安心多了 今天跟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最近這一陣子不正常 他最近這一陣子喔 你很久沒有看到他 再如同現在這樣子咆哮的 以前在立法院是怎麼樣 就比如說呢 我們從紅樓進來嘛 他遠遠就會聽到一個聲音 太離譜了 忘了 國昌正常發揮 但這一兩個月請問像黃國昌有沒有這樣咆哮 很久沒有了 很久沒有了 很安靜了 現在你知道黃國昌最近流行什麼嗎 嚴必韓院長 韓院長指示 我尊重韓院長 根據韓院長的安排 你不講我都以為黃國昌那一爆之後 已經變韓國瑜的小弟了 就很怪嘛 所以我很擔心他嘛 我覺得他這一陣子很怪嘛 因為就已經跟以前的戰神不一樣了 現在戰神回來了 對 他現在變成是比較小藍 那一種宗教嘛 或者說小韓 就是一種宗教 或你要把兩個湊在一起也可以 就是黃國昌已經變成不是原本的樣子 直到今天我終於這個釋懷了 心中大石頭放下 為什麼 因為黃國昌回來了嘛 如同過去咆哮的黃國昌嘛 不然現在每次爭論節目上 都只有我一個人在叫 我都覺得有點孤單嘛 沒有人陪我一起叫嘛 所以狀況是這樣 但我坦白講 黃國昌他真正理文本是什麼 其實他不是真的叫啦 俊強哥 演戲啦 你知道哪個演戲嗎 他前台詞是什麼 我就問你看喔 他現在是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掩蔽韓國瑜 都跟著韓國瑜走 然後被民眾黨笑 被太陽花笑 被所有他的支持者笑 說你黃國昌怎麼會變成一個小藍的形狀 那理由很簡單啊 他未來要幹嘛 選新北市長嘛 選新北市長嘛 所以他勢必得跟國民黨合作嘛 那俊強哥我訪問一件事情 如果他不在這個時間點講說 你插什麼啊 每次講完就插啊 他不這樣演這一齣對不對 那我請問他如果坐下來 他接下來要講說什麼 是不是所有的立場 都會跟著傅昆吉 都跟著紅孟臺走 那請問他是不是又要被民進黨驚退 又要被人家笑 小藍 對嘛所以你看懂了嘛 是 他正在做什麼 我講完說 一切按照一絲規則 我不知道你民進黨在這邊吵什麼 然後呢想說好 那我趕快畫下個句點 給自己台階下 而柯建民剛好這個球就丟過來了嘛 丟過來了 我跟你講他就吼個幾句 他才可以安然退席嘛 退席之後他需不需要再表態 不需要了嘛 所以他真正目的在這邊嘛 只不過這個數值跟這個對話內容 小學生看了都搖頭 而且我最後講 誰啊大家 立法恩同仁麻煩去關係一下 那個麥克風的心理陰影面積好不好 應該很嚴重 我就告訴我應該壞掉了 董哥 對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黨團協商 就是不管你這個黨團人有多少 大家都是一樣的 平等的 那黃國昌 掉頭而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讓民進黨一直 要再搞的這個把戲 民進黨在搞什麼把戲 三約十五 暢明你不來 他現在是要回他的時間說 讓我再來口頭執行一次 他現在要求這樣 那如果國民黨答應的話 表示韓國瑜錯了嘛 對 你怎麼沒收他的執行權 那韓國瑜自己不方便講 那黃國昌幫他那個 好那我一拍就走了 走了你 所謂黨團協商 三個黨都要簽字 啊就破局了啊 當然就破局了啊 我又不在場 我已經掉頭而去了啊 是 那你柯爾建民進來 趕快離開趕快離開 好那是你叫我離開 我就不回來啦 所以這個就是完全破局 只要有一方不簽字就破局 那他已經掉頭離去 他不會簽字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歹戲偷膨了 就變成民進黨下來就很難看了 因為你一直說 還我執行權 現在還要還什麼 三月十五到現在 欸我們夠幾天 大家掃完木 就已經四月中了啊 你還在搞你這個 歷史翻了好幾頁了 然後最後大家講說 你如果再吵這個就沒事了 為什麼 因為是你讓人家唱名三次不來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攻防啊 有時候是很優微的 但是 韓國瑜真是浩子女俠 國民黨也不出聲 其實 護棍齊也被插好幾次 他心裡也很不爽 可是他沒有發揍 大黨嘛 那韓國瑜你可以看到 這應而一計成語叫做什麼 疑不可及啊 對不對 韓國瑜也餘不可及 對 這麼你看這幾任的立法院長 他就笑一笑 好好好 那你麥克風寬掉或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那種指揮肉定 反而讓大家覺得說 過去在立法院火爆 的男人是韓國瑜的 韓國瑜過去在議場是丟油清杯子 痛打陳水扁 阿扁住院三天你都忘了 可是他已經 已經層次提高了 就像我們台北台之光 我們台北的監視器 已經提高了 很多人不去講他的功能提高 韓國瑜用他的行動來展現 我現在已經是三美咖了 完整 沈不雄沈到了 說這個立法院被韓國瑜 變成水族箱 所以看到兩隻鬥魚 在裡面鬥來鬥去 那我坦白講 這齣戲我個人覺得一搭一唱 就對民進黨而言 他其實也想要下車 那柯建民抓到這個機會 說黃國昌在場 那我就來激怒他一下 讓他演了這出氣之後 從今天開始 沒有人會在討論 所謂的沒收質詢這件事情 大家討論都什麼 討論咆哮地啊 討論黃國昌整個大暴走 討論 你看今天早上 柯建民還特別出來受訪 繼續談黃國昌 所以已經沒有人在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知道 被沒收質詢這件事情 其實在民進黨內 是有兩派意見的 王世堅不是要急踩煞車嗎 說不要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 老柯知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他當然知道 他當然知道 這議題在吵下去 對民進黨沒有利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柯建民他就特別 受了這個局 故意激怒黃國昌 然後大家 不轟而散之後 大家也不會討論說 這場協議 這場朝野攻防 到底有沒有結局 不會有結局的 大家只會記得 一個人走了 那個人叫黃國昌 所以你看得出來 今天民進黨的戰略很清楚 他就要模糊整個的 所謂意識規則的情況 所以變成說 意識的焦點變成什麼 變成吵架而已嘛 因為吵架是大家 最好理解的一個情況 所以你看得出來 柯建民用這一招 其實他是別有用心的 他等了好久 昨天等一個下午 終於等到黃國昌講話 結果黃川一講 欸的確 我就馬上對你回去 黃國昌已經當作進入 直接走 他就說你趕快走 趕快走 因為這個劇本已經達到了 他的要求 好所以柴薇你看到 今天 院長手這麼一柄 他維持了高度 可是民進黨 提示提案了 什麼都沒要到啊 破局啦 其實大家看這個畫面 很有趣喔 因為為什麼 我要叫大家看這個畫面呢 黃國昌在怒吼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 我們國民黨團的 資深幕僚 黃國昌怒吼的時候 他馬上把頭低下來 意思要用手去遮住自己的臉 有沒有看到 後面那位女士 對 你解讀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早就知道 黃國昌第一 一定會這麼做 第二 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上新聞 所以他為了不想要讓自己 也上新聞 馬上黃國昌一怒吼 遮住自己的臉 黃國昌這種套路喔 四年前早就用過一次了 現在在持續的使用 也凸顯了第一 他自己完全沒有進步嗎 觀眾朋友 立法院出大事了 上個星期五發生了 立委質詢權 遭到沒收的風暴 立委群起圍剿韓國瑜 結果今天你就看到了 藍綠強化對立之下 真的是今天女兒案 衛福部要上台報告 關於整個決策過程當中 該負起什麼責任 居然公卿辯識主擦槍走火 上演藍綠全五行 我要來告訴我們 解鈴仁虛戲鈴仁 今天的朝野協商 韓國瑜如何一手立威 一手做人情 我表相名更 最近上台報告新聞的觀眾朋友 先來看韓國瑜 因為今天最新的狀況是 上個禮拜五的宣達三次唱名 對不對 羅明財委員 羅明財委員之後 然後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後面加起來 就是七個委員 他在質詢 因為不到唱名三次 視同繼承的事件 今天中午 在這個韓國瑜 這個院長的辦公室 進行協商 結果呢 剛剛看最新的消息是 協商沒有結論 下次再議 因為國民黨的這個代表 副昆奇認為說 我們自己沒有來啊 國民黨也有兩個 一個圖圈幾個羅明財 對不對 我們是覺得 既然照議事規則手 院長沒有做錯 沒什麼好補證的 但是民進黨呢 就希望校正回歸 你要把這幾個人的 資訊權給拉回來嘛 那彼此談完後沒有結論 所以今天中午呢 講說欸 沒有結論 是不是把資訊權收回 或者是說 讓他再恢復 找一個時間讓他們 質詢在一個下午呢 目前沒有結論 這是齊一先跟大家講 第二個就是剛剛導播的畫面 我們來看 今天的未還委員會 重頭戲 因為 就要跟你知道 這個凱凱 對不對 虐兒事件 衛福部長來報告嘛 結果出事了 你看到這個畫面 新的會心跡象 其實我真覺得 立法院以後 真的可不用這樣講 藍綠 基本上 都有他的堅持 無私咬上去要講什麼 今天的未還的主席是誰 王玉銘 王玉銘是誰 國民黨部分區 王玉銘以前是 他是俄福聯盟的執行長 也當董事 對 在上禮拜前他還是董事 那既然他是俄福聯盟的董事 俄福聯盟出大包啊 你憑什麼當會議的主席 要求撤換王玉銘 那國民黨是講什麼呢 國民黨講說 你等一下 王玉銘錯了哪裡 你今天爛的是衛福部 衛福部的報告 兩頁變五頁 也才五頁 裡面寫的都沒有什麼重點 所以要把這個報告給退回 從九點開始 那委員分別上台去這個發言臺 講這個講那個 就是沒有讓這個衛福部長 薛瑞人來報告 最後的重點其實是衛福部長 薛瑞人 你要上去接受人民的監督 頭前無牙幾包 你時間拖掉了多少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為什麼 一開始跟各位報告 這件事情為什麼今天演變成全五行 就是因為我剛剛一開始跟大家講 禮拜五的那個 沒收質詢權激化了藍綠啊 所以上個禮拜五的狀況 現在是這樣 柯建民總召他這幾天一直發文 他的態度很堅定就是說 這就是議事人員的錯 那議事人員現在是聽誰的 聽韓國瑜的 所以韓國瑜呢 就是督導上面 他有缺失 你沒有把議事人員督導好 但問題我要時間倒回來 我跟大家講 我採訪立法院的實務 沒有什麼所謂的 我看很多人講說 那個誰洪聖漢他是表定三點 所以他兩點半不用到 我再次跟大家強調 等一下可以聽楊明怎麼講 楊明在立法院跑了六還九 這個 什麼表定實踐 哪有表定實踐 只有表定順序 而且順序還可以換 你今天只能預估說 這個人講十五分鐘 所以呢 我如果前面有兩個人的話 我照理應該半個小時後 對不對 那如果說今天 議事處的人通知我三點 結果我兩點五時坐在那邊以後 到了三點半還沒上台 因為前一個委員跟官員吵起來了 報告主席對不對 程序問題 報告主席時間暫停 兩個人吵起來了 吵了半個小時你怎麼辦 你也得等啊 難道你要摔錯病 就說這不是肯德基嗎 你也得等啊 所以我就說為什麼會是議事人員的錯呢 觀眾朋友 議事人通知你 報告委員你是第一位 你是第三位 然後大概是幾點 那個叫預定時間 怎麼就當成拿了雞毛當令箭呢 因為人家跟我講是三點 所以你就忽然變成是 你自己立法委員 還有你的助理 以及俊翔哥一定很重要的 今天藍綠 現在還有白 他都有輪遲的委員 即使不是質詢人 都要在議場孫餐醉啊 因為助理不能進去 那我就請問 上個禮拜五三月十五號的 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你民進黨現場的輪值委員在幹什麼 你為什麼沒有通知人家 對 你開始要打電話摳人啊 你今天去怪陳廷菲 去怪羅明財 去怪邱瑞瑩 改書面去怪這些都沒有意義 兩點半到了 我講個更不客氣的 上個禮拜五 大概有八個立委 在下午的時候輪值 一直從兩點半到達到四點 你八個立委 兩點半到了 通通坐在現場 不是沒事了嗎 即使你是第四個 即使你是第五個 你聽到前面四個人問什麼 我本來要問這題的 被問走了 你等一下不要爭笑 你又上去以後 又問同樣的問題 官員會怎麼想 你再把我爭笑了嗎 我剛剛已經回答過了 你又問一樣的 你沒有聽前面的人怎麼講 所以呢 今天說實在的 時間倒就應該出現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陳廷菲 來我跟大家講 陳廷菲這個更 更有個trick在這邊 今天報新聞跟大家公開說 陳廷菲委員 上個禮拜三月十五號 他原本的 我想表定 只能表定順序 不能表定時間對不對 那我問俊江哥 要不要緊我觀眾朋友 陳廷菲 他本來表定是什麼時候質詢 你知道嗎 禮拜五啊 禮拜五的上午還下午 你知道嗎 他本來表定就是下午 上午的那一個 在王宏偉後面那個人 叫邱憶寅 但是邱憶寅是改書面 那陳廷菲他想要質詢 所以從台南上來以後 我去問我才敢這樣講 他想質詢 所以他跟邱憶寅兌換了 所以原本早上 上禮拜五講 一開會的時候 就是看到最後一個 意思注意看 最後一個就是王宏偉 所以他是14號 15號是邱憶寅 但是邱憶寅 跟陳廷菲兌換了以後 他到了嘛對不對 到了以後 他說我也想要質詢 可是因為已經中午了 如果讓他質詢到12點半 就請你下午兩點半第一個 可是一瞬間時間 還要等到兩點半 我還要回台南 所以我沒辦法質詢 所以他要改書面 才會變成下午的第一個 從這個陳廷菲變成了羅明財 這樣觀眾朋友懂了吧 所以這邊吵說幾點到幾點 其實並沒有意義 如果你更早之前 就已經預計 早上要質詢換了 你就會排在第15號上台質詢 那你要知道 就是因為我剛剛所講的這個細節 那王宏偉跟這個陳廷菲 兩個人吵起來 所以你到底幾點到的 你什麼時候換的 好那重點是 他不能質詢之後 他也跟醫師說 既然我不能質詢呢 那我改書面好了 他講的時間大概在1點左右 可是中午大家都在休息 所以到了下午以後呢 很多人說 我不知道羅明財 原來不是第1 不是第2個 是第1個 這些都不重要 因為其實兩點半開始了 所有當天會來開會的委員 都在現場就沒事了 所以呢 這個事情 其實基本上定調 其實國民黨跟這個民眾黨 都認為韓國瑜沒有錯 民進黨認為韓國瑜有錯 你看黃國昌就這樣講 不過有人講了 那黃國昌 既然認為韓國瑜是對的 為什麼好像黃珊珊 好像講說 他有不一樣的看法 兩個人出現 這個 基本上看法已經不太一樣了 余憲哥 今天大家看到說 哇 全五行 女將直接在那邊拉啊 扯啊 爆啊 跟上個星期五 沒收質詢 而激化了藍綠對立 有沒有任何的牽連 不然居然我問一件事情喔 上個禮拜 是不是因為他們一個遲到 又沒出席 所以 就哭哭啼啼的 吵吵鬧鬧說 被沒收質詢權 結果我們今天看到 吳思耀在幹什麼事情 今天是別人按部就班 照規矩去委員會喔 各位 社府未完委員會 那請問吳思耀是 什麼委員會的委員 司法法制 他不是這裡 你去查什麼 根本不關他的事 他等於跟那種 有沒有看過唱KTV有沒有 酒醉大嬸 跑到別人包上去 拿麥克風 挖脫水挖脫水 抱著麥克風不肯放 就你無私了 對 是鬧場嘛 剝奪別人質詢權 這第一個層次問題 你自己質詢權 然後自己吵吵鬧鬧不去 然後遲到不去 反而去剝奪別人質詢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一下洪森漢 是不是最近突然消失了 各位 從禮拜日之後 原本是世主喔 整個立法院禮拜五 為什麼會空轉 最大的罪魁禍首 就洪森漢喔 他是職域生耶 他是那天的職域生耶 就是他要盯場嘛 而且他是講白了 他是第一棒嘛 羅明才跳過 陳廷飛跳過之後 他是第一棒嘛 就人不知道跑哪裡去了嘛 辦公室只有兩分鐘 沒在場嘛 好 那我問洪森漢去哪裡了 不知道 今天也沒他的版面 沒他的新聞 就今天都是誰的新聞 吳思瑤嘛 所以他達到兩個目的嘛 我跟各位講啦 吳思瑤為什麼要做這件蠢事啊 第一件事情 轉移焦點嘛 讓大家忘記禮拜五的事情嘛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今天社福未環 要進行多重要的一個報告 兒福聯盟 討論虐嬰案的事情啊 結果各位 請問今天虐嬰案有重點嗎 沒有 你有聽到新聞嗎 都看到這個畫面而已 都在吳思瑤 霸賣唱歌的畫面嘛 所以你看他一魚兩隻 一箭雙雕 但我要把他講破嘛 他真正目的 是要把這件事情給掩蓋掉嘛 但我坦白講喔 你仔細看 吳思瑤的那個做法跟嘴臉喔 第一件事情啊 你已經不是該當委員會的人 你還跑進來亂 然後去剝奪人家的質詢權 莫名其妙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你護航的對象到底是誰啊 欸 你仔細看喔 今天吳思瑤全程 嘻嘻笑笑 嬉皮笑臉 然後呢毫無悔意 你在開什麼玩笑啊 一個小孩子的人你無種 原本今天是多麼嚴肅的一個話題 結果你在那邊把它變成一場鬧趣 好園區 你怎麼看立法院 哇這個連 這個質詢權都可以被沒收 對 我覺得這是民進黨制造的啦 所以民進黨不要再出來丟人現眼 因為抗議人家 民眾會覺得越反感 你們自己該去質詢的時候 不在現場 然後去怪院長 所以現在 像我們國民黨就主張說 千萬不要給他們補質詢的機會 為什麼 你現在給他們補質詢的機會 他們會反咬我們 就說你看 韓國瑜就是有錯 所以才給我們補質詢 千萬不要 民進黨如果說先認錯 然後說 你讓我補救一下 我覺得我接受 但是你如果說你沒錯 是韓國瑜錯 你還要人家給你補質詢 不好意思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那我問你 你這樣下去的話 藍綠不就對撞了嗎 你沒看今天 衛福部長 薛瑞元 應該要上去好好跟人民報告的 你那個兒女案 怎麼弄成這樣子 沒有耶 樓下這個 他上去之前上面 立委藍綠已經打成一片 拉來拉去的人 你怎麼看這個現場 對 其實今天會出現這個狀況 和韓國瑜這個事情 我覺得兩回事 就算沒有韓國瑜 所謂的 沒收他們執行權的事情 民進黨還是會 因為這個民進黨的慣性 他只要逮到機會 就會來亂 那今天 今天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他們認為 要去攻擊王玉銘 他們覺得王玉銘沒有做好 第一迴避 可是王玉銘已經辭職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 也是有一點見縫插針 就是故意去作秀 你看他的牌子 都做好了好幾個牌子 我其實有到現場去看 牌子超多的 只逃避不迴避 然後他們到前面亂完之後 他們還把牌子插在桌上 那媒體拍的話 隨時都可以掃到 所以他其實刻意是要做 對國民黨的鬥爭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也知道 民進黨一定會這樣做 所以早上也有做好準備 大家都說 不管你是不是 未還委員會的委員 就到現場幫忙 所以觀眾朋友如果看到 像許小新 還有其他很多委員 他們都不是外國會 但他們知道說 民進黨一定會 利用這個機會抗議 所以到現場去 幫忙去保護我們的王韻明 然後陳玉珍超厲害的 陳玉珍就是 因為那時候本來那個 抓走了 再去官員背巡台 不讓質詢進行 陳玉珍一個環報 然後直接輪 等一下媒體形容輪牆 就是直接把它往外拉 把那個背巡的空間 把它空出來 讓官員可以去背巡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說民眾看到這種畫面 他不知道你在吵什麼 你知道 可是你在吵下去 就是官員沒辦法上台報告 那大家想要知道的 不是什麼王韻明怎樣 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衛福部你在這次虐兒案 到底有沒有失職 你有沒有檢討 你怎麼預防下一個凱台發生 這才是大家關心的事情 結果你們為了這種什麼 意義不回避 讓整個議事無法進行 其實是你是為了小事 讓大事無法推動 所以當然我覺得民眾是會贊成的 那所以陳毅哥今天這樣子做 大家一片給他掌聲 就是說如果他早點出手了 可能議事就不會探犯40分鐘了 我以為你怎麼看今天 衛福部薛瑞元在這邊 哇 聽關山看的委員 這樣龍虎鬥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個是民進黨在吳思瑤 他們擔任所謂的幹市長的這個領導之下 故意模糊焦點 故意要轉移焦點 他的理由是說 王毅明不適合當今天會議的主席 這個要討論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第一個為什麼不適宜 他說他是俄輔聯盟的董事 他已經遲了 問題是上個禮拜是遲了 而且你要知道 這公司董事也好 或者是基金會董事 一遲職是丟出去就生效 不用管程序有沒有完整就生效 所以他已經不是俄輔聯盟了 你現在用這個理由不成立 第二個 你如果有再偉大的理由想說 請這個昭偉不要擔任主席 也可以 你就表決 提案表決 那提案表決 你在場人數 你民進黨自己都不到場 沒有辦法提案表決 那你在鬧場不是嗎 接下來更經典的 他鬧一鬧以後 被陳玉珍抱出去 他就不進來了 他只是在拖時間而已 為什麼 陳玉珍來了 直接從後面把他抱出去 跟抓什麼一樣就抓走了 如果你覺得這個是很重要議題 必須要捍衛你的立場的話 你爬也要爬進來 那怎麼陳玉珍把他抱出去 他就不進來 就前面做秀嘛 就秀嘛 而且做得太過幼稚了 他目的有幾個 第一個目的就是先鬧場 轉移焦點 第二個目的就是 縮小其他委員質詢的時間 讓謝瑞元可以投時間 因為委員會是登記發源的 那很多人都登記在後面啊 結果你把前面浪費了半個小時以後 至少就有三個委員不能質詢 因為委員平均在十分鐘左右嘛 所以他故意要讓其他的在野黨委員的 質詢的人數來減少 所以你在幹嘛啊 你不願意面對 謝瑞元今天失職 今天思察失誤的問題 因為太明顯的 俄虎聯盟是誰任命的 衛福部 然後這個保盟是誰找的 俄虎聯盟 然後志工是誰請的 俄虎聯盟 所以俄虎聯盟有的錯誤 就是你負責給錢的機關 衛福部要負責任嘛 那你今天要把它推給地方政府 推給什麼其他的單位 那個叫做逃避責任 那逃避責任又要轉移焦點 民進黨只會這一招胡搞亂搞 這是不對的吧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鄧田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二十九 既然不崇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